王室拒绝再发禁照 理由是保护凯特隐私 威尔是三宝也跟着消失 王室编辑拉塞尔麦尔斯 在皇家节拍节目中爆料 英国王室现在收紧了公关策略 宣布不再发布禁照 理由还是保护隐私 凯特母子四人彻底跟外界失去了联系 显然假照片的影响还在继续 连续试水了三次都被聪明的网友识破 鉴于公关策略很失败 英国王室直接摆烂 宣布暂时不会再发禁照 以后的态度会越来越保守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现在凯特王妃处境艰难 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王室宣布不再发任何照片 一方面是心虚 另一方面也意识到 网友都是火眼金睛 根本就无法瞒天过海 拉塞尔麦尔斯认为 这是个遗憾的消息 并且威尔是三宝也跟着消失了 凯特母子四人最后一次亮相 就是在去年的圣诞节 之后离奇消失 再也没有出现过 《泰晤士报》的助理编辑凯特曼西 也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王室这次的攻关方式 又缓慢又拉胯 完全就是业余的水准 不光害惨了凯特王妃 也让英国王室颜面逃避 即使是普通网友 看到这些禁照 也觉得一眼假 更别说高手在民间 分分钟拆穿王室的套路 并且还能找到原版照片 坦来提摇这条路走不通 王室索性来个摆烂 拒绝再次发布禁照 英国王室显然失去了控局的能力 无力指挥媒体 舆论也在不断发酵 网络上的阴谋论越来越多 即使这张亲自照经过多番审查 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有问题 就这么堂而皇之发布了 显然假照片的风波还没有过去 大众对王室的信任度降到了最低 各大媒体甚至纷纷表态 不再信任英国王室 肯辛顿功不再是一个可靠消息的来源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崩倒 王室无论做什么 在外界看来都是越描越黑 法新社全球新闻总监菲尔切特温德 一再要求王室公布原版照片 但是得到的却是拒绝 因此双方未来合作的机会也会有所减少 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 皇权神圣不可侵犯 如今王室颜面扫地 甚至说什么都没有人信 除非凯特录制视频 或者本尊亲自亮相 否则网友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信 最离奇的一点是 既然亲自照片是假的 那么意味着威尔是三宝 也跟着消失 凯特王妃住院期间 不允许三个萌娃探兵 只能通过视频跟妈妈联系 无论是温莎的皇家别墅 还是校园门口 都潜伏着大量的记者 但是蹊跷的时候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威尔是三宝 也没有路透照传出 也是销声匿迹的状态 如今看来王室还不如不回忆 一直按兵不动 等待凯特康复后亮相机会 现在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 甚至成为娱乐版头版头条 简直就是得不偿失 从这次失败的危急公关也能看出 王室操控舆论的时代 一去不复反 英国的年轻人 本来就对王室不感冒 唯一的好感来源 还是凯特和威尔是三宝 他们一旦发声不测 王室也真没有存在的必要